办公室内保全站在一旁 突然一名头戴鸭舌帽的法师 从你过来 善怒直下把塑胶椅往旁边一砸 其他人赶紧上前劝阻 保全吓得爬上桌 但没想到另一名法师 竟然拿扫把狂徽殴打保全 案发现场位于南投慈德寺 近期寺庙附设的火葬场 传出经营纠纷 引爆新旧住持两派人马纷争 想不到十三号当天 旧住持旗下法师不满家属入庙 必须登记 竟然大闹办公室 当时由法师丢塑胶椅 或是拿扫把攻击工作人员 还对保全出言恐吓 公主规定就是要登记 然后就发飙 办公室被狠杂当事人下的报警 遭指控的法师这么解释 等月初寺庙才传出有黑衣人骚扰 如今又有法师大闹妙防办公室 新旧住持交接纷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记者曾伟祥 韩志欣 王百一 南投赛访报导 感激함 让踩上身后 至于广泰尾章丶 十背后任何恒 最后 ゴの表示